罵一手牽著小孫女 另一手拿著電話 只見她慌慌張張 焦急地站在路旁 因為對方說 她兒子替人作寶 沒錢還 要她拿錢熟人 她就是尾隨這個被害人 看她的舉動 有沒有報警 或者是其他的動作 詐騙集團車手 戴著口罩遮住臉 就站在對接監視 阿嬤將戴著裡的80萬現金 藏在電線桿底下 這才安心離去 車手立刻上前 取走80萬贓款 為什麼要當車手 先犯就是她 23歲大學生 被詐騙集團吸收 當車手 為了躲避警方追氣 從桃園搭高鐵 到台中烏日 又轉搭計程車到彰化 得手之後 還刻意從雲林搭高鐵北上 固步一陣 但光是車資就花了5000塊 還得自己墊錢 在彰性車手呢 光是交通費 就花了5000餘月 但是呢 她與詐騙集團約定好的 酬勞了尚未的獲得 當然是得不償失 前犯公稱透過網友介紹 被吸收當詐騙集團車手 詐騙所得5%作為佣金 每月結算 第一次犯案 搭高鐵轉成小黃 佣金都還沒拿到 四天後就被逮 交通費倒賠5000 建成孟輝 彰化報導 下輩 搭高鐵轉成小黃 戴公里 搭高鐵轉成小黃 證明